我補充一下,剛剛那個軟體一開始進來之後 它都是英文的 而且錄音的時候要注意一下,您看一下下面這裡 您如果有用的話,它會多一個這個圖 如果有執行的,就是這個 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有沒有看起來好像是英文的 但是它有中文的語氣 你看一下,按右鍵,按setting 進來之後,有沒有看到反體中文 很奇怪,它裝完沒有改 但是你打一下,上面都是ok的 第二個,如果你想用它的錄影功能 記得這個音訊這邊 有沒有麥克風要選一下 不然錄下來,有聲音不聲 就是這個地方,要稍微留意一下 它預設並沒有幫我們抓那個 所以如果我抓這一台,或我抓下面這一台都可以 確定 這樣子我來這邊按下去 現在它就開始錄影了 我現在的內容 現在操作的這些內容 就通通會在我的畫面裡面 如果要停止錄影怎麼辦 既然知道怎麼開始就怎麼結束 從這邊回去按一下,錄完了 打開,它是WMV 如果是MAC上就是MOV 檔案都不會太大 但是就是說可以把您的上課過程把它錄下來 我現在的內容 現在操作的這些內容 如果我有出現 就通通會 你看會連我的畫面 在我的畫面裡面 如果要停止錄影怎麼辦 既然知道怎麼拍 如果大部分老師都不太喜歡露臉 只有我比較不要連 我都會 現在我都不客氣 我就出現在上面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簡單 嘿 所以你可以玩玩看喔 來吧